NBA出现过很多超级得分手,在比赛中,得分如砍瓜薛菜般简单,今天小编就带领大家回顾一下,现一时大得分表演,一起看看都有哪些大神上榜。 第一位,德文布克单场70分,在16-17赛季队正开尔特人的比赛中,太阳绝对核心布克犹如乔达附体,40次出手命中21个,罚球26中24疯狂砍下70分,虽然没有带领球队拿下胜利,但布克的疯狂眼珠,依然让自己成为了史上最年轻的70分先生。 第二位,勒布朗詹姆斯单场62分,在13-14赛季队正山猫比赛中,勒布朗33投22中,其中三位球10中把,罚球12中9,砍下生涯新高的62分,带领球队拿下比赛。 第三位,卡梅隆·安东尼单场62分,在13-14赛季队正山猫的比赛中,安东尼大发神尾,全场比赛35投23中,其中三分球11中6,罚球10中10,砍下生涯最高的62分。 第四位,克莱汤姆斯单场60分,在16-17赛季队阵步行者的比赛中,汤神姐出场29分钟就疯狂砍下60分,33次出手命中21次,其中三分球14中把,罚球11中10,这种效率真是高的吓人,准起来连自己都怕。 第五位,张姆斯哈登单场60分,新科MVP在上赛季真的是大放异彩,其中在对阵魔术的比赛中,哈登砍下了历史上,第一个60分的三双,蹭了天子登哥,30中19,罚球18中17,拿下60分时篮板11柱,凭借一几正力当球队拿下比赛。 第六位,安东尼·戴维斯单场59分,在15-16赛季队阵活赛的比赛中,龙梅哥大杀四方,疯狂砍下59分,另外还有20个篮板,仅仅出手34次,命中24个。 第七位,达米安·利拉德单场59分,在16-17赛季对阵爵士的比赛中,利拉德竞蟹杀手本色,34投18中,其中3分球14中9,罚球16中14砍下生涯新科的59分。 第八位,拉塞尔·威斯布鲁克单场58分,在16-17赛季队正开拓热的比赛中,威少39中21,罚球16中13,砍下生涯新科的58分,只可惜球队还是输掉了比赛。 第九位,凯利·欧文单场57分,在14-15赛季对阵马斯的比赛中,欧文创造了自己的得分新高,他32中20,三分球7投全中,8球10把全中,卡下了57分,带领球队128-125险胜对手。 这一场堪称欧文生涯经典之战,第十位,勒布朗·詹姆斯单场57分上赛季对阵奇才的比赛中,三十老汉拿下生涯第二高的57分,他全场比赛34投23中,8球9中9,另有11篮板7次助攻,派全面的伸手让大家对张黄的得分有所忽略,但当他开启得分模式时,几乎没有人能拦得住。 那场比赛让你记忆犹新,发表你的观点与小编共同分,想吧。